两万老头乐竟敢套牌七百万兵力 无视红灯横冲直撞 老头乐为何如此嚣张 山寨宝石街闯红灯 会不会被系统收录 如果收录了 违章会不会算到兵力上 如果算到兵力头上 兵力是不是要申诉 因为缺乏约束 老头乐敢闯红灯 敢逆行 敢乱停车 敢围停 敢随意掉头 敢霸占车道 总之 你不敢的老头乐敢 你敢的 老头乐也敢 违章的老头乐不但是马路独流 而且还是定时炸弹 假如老头乐在停车位自燃了 然后导致周边车辆着火 因为老头乐没有保险 最终谁来赔钱呢 如果赔不起怎么办 难不成无辜的车主要自认倒霉吗 其实自燃隐患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老头乐最大的隐患是威胁到大家的生命 家用车之所以有保险 就是为了万一发生了事故 能够给大家一个保障 老年逮捕车横冲直撞 如果把路人撞伤了 甚至撞死了怎么办 如果肇事逃逸怎么办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监控的 据北京市交管部门统计 老头乐发生交通事故 85%为无证驾驶 这一比例凸显了老头乐驾驶者 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难怪现在的老头乐被称为马路杀手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紧箍咒一出 孙悟空言听计从 是时候给老头乐配紧箍咒了